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日前公布的最新血清抗体检测结果显示 印度6岁以上被检测者当中67.6%检测结果呈阳性 据联合早报7月21号报道 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公布的第四轮针对新冠血清抗体的检测结果估计 目前印度6岁以上的人口当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携带新冠病毒抗体 但是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主任巴尔加瓦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一结果也说明印度仍有三分之一 也就是大约4亿人口体内无新冠抗体 他们仍面临较高的感染风险 据报道第四轮血清抗体检测从6月底至7月初 在全印度70个地区进行涉及3.6万余人 其中包括7000余名医护人员和8000余名6至17岁的未成年人 接受检测的未成年人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携带新冠病毒抗体 这也是印度首次对18岁以下的人群进行新冠病毒血清抗体检测 检测结果还显示 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抗体阳性比例更高 其中接种一剂疫苗的人群阳性率为81% 接种两剂疫苗人群的阳性率为89.8% 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阳性率为62.3% 欢迎访问欧视TVYouTube频道 您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Manda Han Dele 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了解中法资讯 敬请关注欧视TV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